接下来要介绍的叫做水的异常现象 前面跟各位提过的水有异常现象 水有两个异常现象 第一个印象叫做 异常叫做水结冰的时候体积会膨胀 结冰是冷,冷要收缩 可是水结冰体积会膨胀,密度会变小 所以冰块可以浮在液态的水上面 叫做异常 冰本身是热胀冷缩 冰块热会膨胀,冷会收缩 大家从冰变成水的时候却是收缩的 水结成冰的时候却是膨胀 第一个异常现象 水结冰的时候体积会膨胀 第二个异常现象就是水不是热胀冷缩 水在4度C的时候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这个考过最少考过明显考过两次 一次给的是体积跟温度的关心 4度C最小像左边这张图 一次考的是密度跟温度的关心 4度C的时候密度最大右边那张图 这两张图都考过看清楚横坐标是什么 重坐标是什么 挑选你应该挑的图 4度C的时候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所以在4度C以上是热胀冷缩的 在4度C以下是哪样 热缩冷胀 在刚好试过的时候是热胀冷写胀 所以水的第二异常现象 它在4度C的时候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那所以就衍生出一些问题 这是考试考过的问题 机测学测考过的问题 问你知道湖面跟湖底谁温度高谁温度低 很简单密度大的存在最下面 所以湖底温度4度C 夏天湖面温度十多度 所以湖面温度高 冬天快要结冰的时候 湖面温度一两度要到零度 所以呢是湖底温度高 你就记得湖底的密度最大 所以底下是4度C 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然后你就可以比较湖面温度高 还是湖底温度高 可以知道这个我们考过了 那一个叫冷写 我们冷写的做法有很多种 活中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冷写 就是冰块跟原发3比1 喇喇做冷写 然后呢它就会使温度降到比较低 然后我们再来做实验 我们做那个融化那个实验的时候 就是让它本来比较低 然后加热 然后升温 然后有个融化曲线什么的实验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样子可以 让它温度降低 因为呢 盐水的凝固点比较低 而且实验溶于水的时候 要吸热 冰块融化的时候也会吸热 所以它的温度就会降低 不是会降低 所以要冷写 知道一下我们活中里面怎么做的 那其他有别的方法 我们就不要管它了 就很简单的 跟各位介绍一下水的异常现象 这个考过重要 要记得有两个异常现象 一个叫做水结冰的时候 体积会膨胀 另外的是水在四度C的时候 体积最小 密度最大 密度最大 OK 接着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他说热水上有白烟 白烟什么 刚刚讲过了 白烟就是小液态或者小固态 这也是小液态 它就是水蒸气凝结 哪来的水蒸气 热水嘛 所以热水会往上冒水蒸气嘛 所以热水冒出来的水蒸气 预冷凝结 所以我们答案选猪 所以我们答案选猪了 OK 好 来 这个我刚才也讲过了 有冰块的冰水放一段时间之后 外面有小水蒸气 请问小水蒸气哪儿凤来 刚才也讲过了 这个是可爱大美女 3号 3号 好 答案 1 2 请坐 水蒸气就是水气凝结 哪来的水气凝结 水气就是空气的水气 碰到冷冷的杯子 然后预冷凝结 所以答案选猪是B 好 刚才讲过考过恩变 刚变的舞台效果 烟雾哪儿凤来 这考过恩变 2 7 答案 C 好 好 好 水蒸气预冷凝结 为什么会冷 因为干净升华会稀热 所以就预冷 然后凝结的小水 就是我的烟雾效果 就是很简单的 问各位白烟的状况 OK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2 1 2 5 5 6